虽然说很多人当初买高股息的ETF 他可能只是觉得说 我就是要存股啊 大家都说这个小资足 这个便宜买没什么问题 然后又可以领到鼓励 但现在如果卖掉 一次赚的价差 就胜过存好多年的殖利率了 我自己就是忍不住 就会先选择卖掉 就不会等到现在 因为我自己现在大部分 就是涨3-6% 我就会忍不住出掉了 这是海星的投资风格 就觉得出掉一个赚几千块 我今天就可以去吃那个buffet 而且也比较安心 对 那像我刚刚前面有提到 高股息ETF 现在已经变成了AI ETF 那句话其实是有点开玩笑的成分 因为我是用来描述现在的这个状况 台股本来就是 电子产业的权重占比较大 不过因为ETF 它本身就会去泰换持股 我觉得股价膨涨的时候 它的殖利率就会下降 这是必然的结果 所以这些高股息 它持有这些AI概念股 我想应该不会是长期的事情 所以强尼的意思是 这些高股息ETF 它有一点运气的成分 可以这么说是没错 因为几个月前应该没有人能想到 AI会有今天 突然大爆发 这样的力量和这样的盛况 ETF选股 终究还是要去看它追踪的指数 不管是0056或00878 它们都是高股息的ETF 所以它们最大的目标都是追求现金鼓励 追求殖利率 差别是0056 它特色是预估未来一年的殖利率 00878它是用过去一年还有三年的记录 来看谁的殖利率比较好 如果它们早就能预测到AI会大爆发 直接涨到天上去 那其实0056照理说就不会买这机档 好像也是 它预测到它未来会涨很高 那它的殖利率就会下滑 那理论上就不会选进去 其实00878也是类似的道理 好刚强尼讲的这一长串相信大家可能会听得有点无煞煞 简单来说就是高股息ETF不是为了AI 所以才持有这些成分股 而是这些成分股它意外搭上了AI的顺风车 照理来说这不会是一个长期的现象 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不过对持有这些高股息ETF的投资人 尤其是0056、00878的投资人 反正现在可以好好享受这个狂欢的气氛 赚钱大家都喜欢 但说了这么多好像强尼还没有正面回答 究竟0056跟00878涨这么多应不应该继续持有 还是要先卖掉 在海晴发现 我在回避这个问题 对请回答 我只能说就是这题没有标准答案 那既然AI狂涨应该不会是长期现象 卖掉不是比较好吗 卖掉实现获利确实是一个选项 但我想会投资ETF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像个股一样去研究一档股票 它的高点低点在哪里 加上ETF里面的成分股这么多 这一档是在高点吗 另外一档是不是在低点 另外一档是不是准备要起涨 这样子我这档ETF到底是要卖还是不要卖 更何况去判断这个高低点 本来就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如果你很会判断 那其实你就是投资大师 你直接买个股就好 我相信多数人都抓不准 对有时候就是以为会跌 结果又涨 以为会涨 结果又买了又跌 以为涨到了顶 结果又往上攻 这些都是还蛮常见的情况 常常网路上有人发文 就遇到这种悲剧 所以说AI的狂欢可能是暂时的 投资中就要回归到长期嘛 中国信托银行引领数位金融创新 落实普惠金融 打造无时不在 无所不在 且最有温度的服务 We are family